国家闻来关心到以色列传出成功救出四名人质的好消息 而救援的第一时间的影片也随之曝光 这场救援行动造成了两百西亿四名的巴勒斯坦人丧生 而数字还在攀升当中 引来国际的质疑声了 以色列第十三突击队释出最新影片 一军出动大批军力在海滩上等待直升机降落 接走被哈马斯绑架的四名人质送他们回家 以色列救出人质的隔一天继续对加萨发动空袭 战车进一步深入拉法试图封锁部分地区 而医院里挤满了伤患地上血迹斑斑 画面触目惊心 加上医院指出这场救援造成许多巴勒斯坦人死亡 人数已攀升到两百七十四人 另外造成六百九十八人受伤 当地救护人员甚至反控以色列 这才是真正的大屠杀 联合国最近提出全球侵犯儿童犯罪的报告 自语正义的以色列竟出现在其中 与此对头哈马斯其名气得以色列驻联大使尔登 打电话对秘书长主任连环标骂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还处于尚未公开阶段 以色列大使拍摄影片上传是提前泄露文件 惹得联合国不满抗议无法接受 以色列不止面临联合国的不认同 还有暂时内阁部长甘子的辞职 CNN形容纳坦亚胡总理会发现自己在国内外的立场 更加孤立记者综合报道 大外交部部长王毅9号抵达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 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 我们来看到王毅抵达夏诺夫哥罗德机场的时候 东道主俄罗斯派出了少女拿着面包跟盐热情接待 王毅也入境随俗撕下了一块面包 沾了盐巴放进嘴巴里吃掉 这是今年的EV1号金砖国家扩原之后第一次外长会议 在俄罗斯期间 王毅将跟其他金砖国家外长对话 就当前国际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 同时也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峰会做出准备 在南韩拥有超人气的大猫熊福宝 在今年4月结束旅行的生活返回中国大陆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隔离检疫跟适应之后 中国大陆大猫熊保护研究中心9号宣布 福宝将会在6月12号这个星期三正式的跟大众见面 今年4月初回国后 大熊猫福宝就一直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坪基地 由于福宝堪称是大猫熊界的顶流人物 不少人预期需要开放见面那一天应该是人山人海 急不进去 而之前有人在网络上po出福宝非公开展示区的生活片段 经查发现是保育区旁的民宿利用阳台等制高点进行偷拍跟直播 相关三人已经被处罚 终身不得进入大陆各猫熊基地中心来做产观 中国大陆的航天领域卖下了下一个里程碑 完成了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并且在月球上升起五星红旗 大陆官媒也释出了制作玄武岩国旗的过程 A4大小的旗子重量只有11.3公克 技术很高超 网友大赞说好厉害 另外一方面正在外海空执行的任务 还有神舟18号 也在5月底完成了首次的太空漫步 嫦娥6号在上周完成了人类史上首次月背挖宝之旅 中国在航天领域上迈向了下一个里程碑 而值得注意的是完成采样后 在外太空升起了五星旗 材质更是备受瞩目 月球的这个土壤里面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玄武岩 那我们就想 那既然这个材料在月球上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 我们如何能够把它用起来 作为高性能的无机纤维 而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背展示独立动态国旗 这边旗帜在月球上飘扬 看似屹立不摇 实际上重量只有11.3公克 规格就如同A4大小 科研团队将玄武岩经过粉碎融化后 拉成直径只有法丝三分之一的细丝 最后再织成一块布 专家现在也解析制作过程 我们要把石头混合到一起去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石头怎么样去仿丝 拉成非常细的这样一个细丝 第二个关键的工序就是仿杀 而正面国旗研发时间超过一年 而且还具有腐蚀性 耐高温耐低温等游移性能 网友大赞简直超厉害 长六号日前也成功与 规藩组合体完成月轨交汇对接 样品容器预计在六月十五号 将转移到返回器中 开始返回地球 最终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预选着陆区着陆 而另外大陆航天局也首度公布 神舟十八号在五月底进行的出餐活动 完成了首次太空漫步 显示中国航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记者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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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